希望法帖的重生之外 也透過香供養 也讓自己能夠得到一個淨化 也希望透過香的故事 香的供養 除了我為上相對的 為相比我們 也能夠讓我們在新的意念當中 他的口意 在念中能夠清清 讓我們能夠得到借香 呼應 那這座香呢 是日本大阪 三百多年的老店 他所做的叫做開運 開運 開運 就是希望新的意念當中 能夠好運 開這個好的運 希望大家在新的意念當中 能夠好運 上人好運 能夠降落到我們 和自身 降落到我們的家裡 透過我們 供養香 供養香 所以我們這樣說 宵好運 親生宵好運 難過才撈下人 親生宵好運 這是我們家才帶為我 所以我們香很重 不是 不是 隨便的那個 那個 利是來的 那比大法的那個香水香 同樣是香 但是 公香就好 所以我們也 剛好有那個意念 就把這個開運 在新的意念當中 讓大家能夠 还有好像共能诸佛菩萨 让大家能够增长这个福报 那扩宗 为什么要扩宗 宗生就是什么 它很清澈 所以我们宗生能够烦恼心 没有烦恼 所以会就会散 所以这是对我们个人 就能够得到利益 然后呢 我们宗生烦恼心 是会散 福提心 开悟 觉悟跟他的决心 然后就能够什么 离地狱出火坑 为什么 因为你就不会到二月 不到二月就不会多三二朝 那你不做二月 但是还有地狱的众生 所以我们还要花自力 利他的心 要度化众生 离地狱出火坑 所以后面的咒语 我们现在也说 是习惯透过你持这个咒语 让你这个众生 能够传达到什么 到地狱 为什么 因为地狱是无间道 无间的意思 他的地狱站在受火 没有停断 没有迁断 但是 因为大家这个念咒语 跟敲钟 他能够让他得到清凉 他们能够先反 他们在基于受苦的痛苦 所以为众生 能够自立 也能够怎么弊他 所以我们说 敲钟 就是要我们断烦恼 让人能长智慧 所以新的念当中 道向 敲钟 就是让我们不会增长 那我们待会 待会我们就说过 当老加持的这个纳目 就是这个花水 能够跟大家赏庆 让大家能够正经 静静 那水也是在教财 希望能够新的念当中 好的花财 好的导运 能够将能到我们的村里 将能到我们的家里 让我们在新的念当中 能够顺利 能够静态广进 让大家在新的念当中 身心健康 能够自由自担 我们待会就请大家 请大家 让大家 把一声 这个大堆作水 那待会我们的时间关系 如果要先离开的时候 我们有很多的 有饼干 感谢的东西 让大家 带回去 在自己的念当中 可以 自己用 也可以请 有客人 客人来到我们家里 会有一个甜点的饼干 就是泰国很著名的 那个甜点的饼干 所以让大家 待会希望能够平安提一下